我们养的第一只猫 对我们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 它叫花肥肥 是官赋博物馆的官赋猫中的元老 2003年来的 那算到今天呢 就差不多近20个年头了 03年非典的时候 这个花肥肥就被别人遗弃了 是一只梨花猫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前半生 他来到官赋博物馆时 已经是成年了 我估计他有个三到五岁 体态壮硕 性格稳重 他不生疏也不惶恐 不把自己当外人 那天我正在写文章 他就趴在我旁边 一边看着我 任凭窗外电闪雷鸣 花肥肥来的时候呢 打电话的我朋友告诉我说 是一只黑猫 全身乌黑 一根杂毛也没有 结果 等送到我这屋的时候 我看它满身的花纹 所以故选了这个花字为姓 古有花木兰嘛 我们今天官赋博物馆里就有花肥肥 小名大肥 最后这大肥呢 就成了官赋博物馆员工们的宠爱 自由自在地游走于他的世界 游走于他看见的世界之中 游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花肥肥呢 会在办公室里讨好人 谁对他好呢 谁对他不好呢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可惜他说不出来呀 他说不出来 他就不能去告状 但不代表他听不懂人的话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老员工都知道 说花肥肥如果能开口说话 那就没有加肥猫什么事 官赋博物馆的第二只官赋猫呢 叫黄枪枪 这名字是我起的 当时呢 王硕有一本小说叫 看上去很美的主人公 叫方枪枪 所以我们这名字跟他的名字有一拼 这猫呢 在古代猫谱上呢 叫金锁银瓶 金锁是指的 他那个黄的尾巴 银瓶呢 指的是白色的身子 黄枪枪呢 原来是我住的 这个家里 那个院里的草地上的一只流浪猫 他后代 当时据说生了一窝 好看的都被人领走了 就剩了这一只呢 在这个草地里孤独的哀叫 那我心里就不忍嘛 我就到草地里 把他抱着出来 就这么大一点 就抱到家里啊 让他适应家里的生活 然后我又把他抱到了官副博物馆 那今年呢 黄枪枪来到官副博物馆 已经第16个年头了 很多员工呢 跟我一起看着黄枪枪长大 以人的年龄啊 16岁也是28家人了 正值青春年华嘛 如果跟猫生去换算呢 那16岁的猫呢 那岁数恐怕比我还大点了 人与人呢 相处我们很难看到对方完整的一生 但你和猫相处呢 你就能看到他的一生 看到他的轮回 黄枪枪特别善解人意啊 每叫毕达 你一叫他枪枪 他就喵一声 他从来也不犯懒 当年我在跟窦文涛录制 《枪枪三人行》的时候呢 还带着黄枪枪去过 整整一场录下来啊 黄枪枪一动不动啊 非常的配合 你看前面我们说的 黄枪枪花肥肥呢 他们都是流浪猫的出身啊 不能算高贵 但都有自己的个性 肥肥和枪枪来到博物馆以后呢 博物馆就陆续又收养了一些流浪猫 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 客人呢 对猫鼻的兴趣越来越大 有的客人甚至对猫的兴趣 超过了对文物的兴趣 尤其是带孩子的客人 然后我们就想啊 能不能借助这猫的口呢 去讲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化故事 这样更容易让孩子们易于接受 于是呢 出于对博物馆的参观体验 和宣传的营销考虑呢 我们就决定啊 把官府猫推到前台 创立官府猫这样一个品牌 于是生活在官府博物馆里的猫逼 就成为官方认可的猫馆长 在博物馆里呢 各司其职 轻松有趣的推广文化与艺术 我们给官府猫下了正式的聘书啊 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啊 这都有视频可以看到 在当时呢 从来没有人如此这样 运营馆长马调调啊 你们今天啊 来博物馆参观到买票窗口 买票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马调调 营销的副馆长云朵朵 学术的副馆长蓝毛毛 以及被追认的荣誉馆长黑包包 每个猫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运营馆长啊 马调调来的时候呢 瘦小啊 非常瘦小 磊弱 他跟官府猫那种养尊处优的体态 都不怎么般配啊 也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一开始呢 还被他还给他剃去了 这个身上的毛发啊 换了环境啊 结果呢 自尊心还受到了伤害啊 这个猫也是这样 还有时候 他有自尊心 你对他的自尊心 如果不重视的话 他就一副破罐破摔的派头啊 凡事也就不怕 凡事都不尿 不理人 这麻调这有一特出的嗜好 就特别喜欢喝牛奶 一见牛奶就拼命 谁给奶给他喝呢 谁就是好人 这个爱好这么多年 他都没改变过 但是猫的肠胃 是不适合喝牛奶的 所有养猫的专家都告诉你 猫千万不要给他奶喝 但我们这麻调呢 就特立独行 那么营销馆长呢 朵朵啊 云朵朵来 官复博馆的时候 他有一名 他不叫朵朵 那我们照例要给他起新名字嘛 这算个仪式 那时候就动员所有的员工 一起参加这个起名工程 我在众多的名字里挑出了朵朵这名字 又配上了云性 云朵朵 富有诗意 也与朵朵那种灰蓝加白的毛色贴切 蓝天上的白云朵朵嘛 很像西藏的一只鸽 那随着官复猫的队伍日移壮大 我们就做了一决定 说我们不能这么凑合着 说买个小猫窝就完了不行 我们要给他盖一办公室 当然要有宿舍 有卫生间 还得有娱乐设施 让猫馆长的生活呢 变得特别舒心 所以猫的办公室呢 我们就选址 开始设计 给他盖了 那个图 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画的图 客人一进博物馆的院子了 首先就能隔着玻璃看到那个猫办公室 这猫宿舍呢 是根据明代家具的经典造型 设计的都有经典的困门的样式 里头铺着软垫 所以猫馆长们 这个白天的工作 晚上休息呢 都特别舒适 这办公室里呢 还配备了青代的黄花梨 签绿石的书桌 签一这么高级的家具 青代的举木 带管脚称的扶手椅 青代的红木螺钩称的长方凳 明代的铁梨的圆果园的双人凳 就彰显猫馆长的文化气质 那吃饭的这猫盆啊 猫尸盆里呢 有仿骨的乳窑啊 官窑啊 军窑啊 剑窑啊 吉州窑啊 龙泉窑 还有元庆花明斗采 吃饭的时候就普及了陶瓷的知识 此外呢 猫伴中呢 还配备了让猫馆长消遣的放松的设施 比如我们搁进的鱼缸 后来我就看那猫呢盯着小鱼啊 一动不动能盯一动头 有绿植也有丸剂 那么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空调 一应俱全 很多人盼在上面看 哎呦 说这猫的办公的条件比我们的条件还好呢 那因为是他说不出来呀 所以我们就要做到位 随着官妇猫团队的日益壮大呢 我们又开始为官妇猫修建 官妇猫的别墅 官妇猫的公馆 官妇猫的童话城堡 还有官妇猫亭 我们在两棵院子最大的梧桐树下呢 搭了一个梧桐桥 这专门使这个猫从这头到那头 不用下地走过这个梧桐桥 夏天是一道风景 是一个打卡地 这些专门属于官妇猫的建筑和娱乐设施呢 我们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 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有专门的团队呢 为他的品牌运营 那官妇猫的队伍呢 也就慢慢的从最初的一只猫 扩大到将近四十只猫 我们有很多猫很有名啊 比如王庆盛 王庆盛长得很奇怪啊 很有名 那就是我去一个救助人家领来的 当时我都记不清楚 为什么让我去那个救助人家的 我就跟着我们负责猫的同事呢 一块去的 那个救助人呢 就别提多热情了 热情似火 对流浪猫尽心尽力 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拖着一个小车 它有喂猫的点 整个一出去就两小时 早上来小时晚上来小时 把所有的点该喂的地都喂了 他家就在一个楼房的两居室里 居然有几十只猫 还有堆积成舵的那猫粮 他那家正厅里全是猫粮 我当时在那么多猫里 一眼就看着这王清胜 这猫也不窃场 这猫和猫不一样 有的猫窃场 它不窃场 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 一看我就把它抱过来 就抱在怀里 这样呢 王清胜就加入了 官府猫的大家庭 那来时呢 我们照例有程序的 要体检 发现它浑身都是病 然后就送医院去治 治了反复多次 最后把它的病都治好了 这王清胜有个漂亮的 外表就显露出来了 这个王清胜有个大黑鼻子 这个鼻子呢 特别像一个蝉 鸣蝉 就是北京话俗称鸡鸟 这猫谱上呢 宋代人的猫谱上 这种呢就叫咸蝉 白猫 黑鼻子这叫咸蝉 如果黑猫白的 胡子这像蝴蝶那样 就叫咸蝶 也正是因为 他这个大黑鼻子呢 就让我想起了 小时候看过的故事 大鼻子秦胜呢 所以随口就叫他秦胜 这秦胜也得有幸 想来想去 配这王最合适 所以有王者风范嘛 所以王清胜呢 就加入到 关父猫这个大家庭来了 王清胜特别 愿意跟各类人打交道 跟谁都很有礼貌 那么 我们的 花肥肥走了以后呢 我们得想办法 得再找 找一个这个 跟他类似的猫 能够接班啊 所以同时就找了两只猫 一个叫花蓉蓉 一个叫花飞飞 一乃同胞 来博馆的时候 他们俩才俩越大 就这么大点 本来是想让这俩猫里呢 二选一 就一个接班就行了 谁知这兄弟俩呢 一个比一个可人疼 只好都留下了 这个花飞飞是短毛的 更符合花飞飞那个外形 花蓉蓉呢 是长毛的 所以他就跟着 他哥哥呢 就加入到 关父猫这个大家庭里了 小哥俩呢 也天天 其乐融融的 一块长大 本身又有血缘关系 别人是否 嫉妒他们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们俩老在一起玩 互相的 现在有个词叫撒狗粮 你拿这词说猫有点不合适 他们就互相之间的 互相的礼毛啊 舔呀舔呀 没完没了 飞飞与蓉蓉常常 在院子里捷抱而行 一个精神抖擞 短毛的 一个长发飘飘 我老是说一句话 就说有猫的地方 就有江湖 关系好的和关系不好的都有 猫的世界跟人的世界没有区别 就是个江湖 有一年秋天啊 头两年 有朋友告诉我说 机场赋那里有一仓库 里头有一个特别瘦弱的母猫 带着三只幼崽 看着情况非常不乐观 那时候已经天都快黑了 我就马上就赶过去 就派人赶过去呢 这个身以援手 将这只猫呢 费了好多劲给找着 带着它幼崽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这母猫呢 已经命悬一线了 几进无奶水 那幼猫啊 也瘦弱不堪 连那个叫声都特别细微 我们马上就安排车 送到医院全面体检 发现这个母猫呢 腹部还有刀口 曾经动过手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流落街头 于是小猫呢 就只好用人工喂养了 大猫呢 就吃药打针治病 然后这母子们呢 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原来来的时候 那个毛发都跟枯草一样的皮毛呢 就渐渐的光亮起来 然后回来以后已经是冬天了 十一月份就马上就十二月份了 他在官父猫的公馆里呢 就享受了冬天的这种阳光 如果我们不去救助 可能就都走了 那么 那有个规矩啊 加入官父猫的猫呢 就都得起名啊 我看到他照片以后呢 经过反复斟酌呢 用的是负姓 起的是单名 是铜 铜孔的铜 令胡铜 大名 想想亮亮 堂堂正正 令胡铜啊 完全是一副江南女子的峡谷柔情 我当时还心血来潮 在工作群里发出倡议 说写一个武侠小说 就叫令胡铜 我还起了个头啊 甩在群里 希望今 就是今天的八零后 九零后接着写 接龙嘛 结果呢 恶平如潮 说我的笔法太土了 让江湖女喵侠一出场 就带撒孩子 说不风情 不鲜肉 不时髦 没事 那我只好作罢呀 然后看着令胡铜 一天好似一天 毛发开始就润泽了 眼睛也有出现感激的光芒 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 传达其实比人还容易 真是可信 这个动物不耍心眼 整个一个冬天 那个令胡铜就自由自在的 在博物馆最奢华的会员区呢 就散步 想吃吃 想睡睡 任来人抚摸 偶尔还会撒撒娇 发出那个嗲嗲的叫声 结果很快春天来了 夏天来了 令胡铜体检 月复一月 医生说他来日不多了 就我们很惆怅 一个周末呢 令胡铜就悄悄的去了喵心 大家都很难过 但是唯一欣慰的是呢 这个身世不清的江湖女侠 终于有一个安稳幸福的晚年 他有三个后代 我们起名呢 叫令胡丁 令胡香 令胡花 所以我说他的后代 如同丁香花般的盛开 我们现在啊 博物馆里 宣传馆长 马都督跟我一个信 他曾经是一个老奶奶的挚爱 可惜老奶奶年事已高 八十多了 然后身体又患病 实在照顾不了 他了啊 就把我们叫来 我们才隆重的从老奶奶那儿 把他请回来 第一件事就照例起名 由于马都督的体魄肥瘦 两塞风雨 我就让他随我信 希望他将来有个都督 大都督的风范 可惜这马都督啊 一来就打架 断送了自己一个美好前程 马都督可能觉得自己出身高贵 看不起前世流浪的这些小二黑什么的 在他眼中呢 可能毛色呢 这个很重要啊 说自己如虎般一样的外表 傲视同台 就是我的资本 说你那黑猫一身黑 等于没有颜色嘛 所以马都督一来就死 看不上小二黑 两雄相争在所难免 后来我们又来了戴南瓜 南瓜是从扛红箱里爆出来的时候 火红一团 他这个颜色呢 如深秋之南瓜 当时也不知道谁顺口一说 这真像个大南瓜 我就说那就叫他大南瓜吧 按照官妇猫的传统 有名得有姓 大这个谐音 大舌头啊 叫就是戴 戴南瓜 叫着叫着就顺口了 舌头也不觉得大了 戴南瓜天生就一对刀刀眼 严肃起来十分威武 霸气 南瓜在原来的小区里呢 它不合群 所有的猫行动一致 只有它独往独来 那小区里还有一群狗 结果眼里也容不得杀子 一见猫就赶尽杀绝 让猫没有一天的安生日子 在猫的眼中 这些狗就是黑社会 不和谐 谁只有那么一天 戴南瓜的命运就改变了 被救助人说呢 弄到了官府博物馆 刚来的时候 南瓜以为 他是水婆梁山的好汉 见谁都想收拾一下 没想到遇到了个对手 小儿黑 马都督 根本就不尿他 由于戴南瓜的加入 庭院中 南北对峙的局面 变成了三国演义 官府三雄呢 就因此而生 除了公益属性 官府博物馆以博物馆的 猫馆长的身份依托 还有天然的文化属性 所以我们称它为 史上最有文化的猫 所以官府博物馆的IP内容 基本上是围着 中国的传统文化展开的 官府猫有专长的 学术馆长蓝毛毛呢 是一只英国短毛猫 总爱跟书待在一起 人送外号百度毛 在蓝毛毛的眼里 只要有书的地方 就意味着可以躺着睡觉 要是实在没书 他也会想办法 在报纸上靠 他刚来博物馆时 蓝毛毛呢 身材呢瘦弱 但很淘气 和管理的 这个其他前辈猫呢 打招呼一点也不怯场 不仅如此 还特别 中意管理的伙食 有时一顿饭能吃上二十分钟 吃的 吃完就睡 所以你今天看蓝毛毛 比当时稳重很多 一心蹲在猫办公室里 搞学术 搞学术嘛 就得耐得住寂寞 所以蓝毛毛 在哪一待 就可以待一天 就得耐得 好 谢谢大家